泰国的消息 犯下贪污罪而服刑的 泰国前总理塔克辛被释放了 今天天还没亮的时候 很多泰国媒体都已经派人 守在警察医院的门口 等到塔克辛的坐车一出现 记者纷纷跑步追拍 可以看到塔克辛戴着口罩跟警圈 坐在女儿的身旁 塔克辛两度获选为总理 但是在2006年军事政变 遭到解职流亡海外15年 她去年8月回到泰国 因为贪污滥权被判处8年徒刑 后来获得泰王减刑 又因为年纪跟健康状况提早获释 但是她应该是无法随意履行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